首先很欢迎大家参加这个集思会 这个集思会就是由我们人民力量 2011票债票上运动的所有的筹委成员 经过大约一两个礼拜的时间 我们在选后就决定要开一次这个集思会 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交流 我们在大家手上都已经有些参考的资料 今天整个程序就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我们有一个检讨 这个检讨就是大家看到下面这八个字 我们希望朝着这个方向 大家深入一点去反省一下 还有检讨一下我们整个运动的得失 上午大约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今天出席也有超过一百人 我们都觉得非常满意 一个星期日早上 我们希望一直延续到下午 大家尽量除非有特别的事 否则的话就不要离开这个会场 中午因为这里有很多酒楼 我们可以去吃点东西 然后一个小时就回到这里继续开会 今次这个集思会希望可以听下大家的意见 当然过去这段时间人民力量 在主流传媒或整个政治或不同的阵营里面 我们都是受到一种所谓立体性 铺天盖地的攻击 所以很多支持者都可能因为这样 吓怕了 但是也有些人更加坚定 我们在过去这段时间 短短一个多星期 在我们选后 现在到今天为止就是两个星期 我们收到的小额捐款 已经是20万了 主席说 所以这个是 还有这20万的小额捐款 我想讲一下 不是人民力量 说我们现在选后 花了很多钱 大家捐些钱给我们 不要 只不过有些网民或支持者 最先在上一个星期一 即选后的第二天 我的节目上 在checkroom有人post了一个意见 就说我们应该捐些钱 例如四百个人 一人捐一百元 这个建议一出来之后 到今天为止已经有20万 而且大部分呢 都是去银行过数 也有些呢 就是那天我们餐会的时候 他说欧文 我不懂东亚 就拿一张支票 入到我们的箱里 或者拿钱入到我的箱里 今天还有一个朋友 寻一张支票给我们人民力量 我交给小兰姐 那张支票是2012.9 就是2012.9 指它是2012年9月 就是说希望我们在2012年的9月 再战江湖 打出那漂亮的小战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对我们也是一个鼓励 我今天在这里 就不会长篇大论 我只是想告诉大家 就是我们现在 是要决定一下 如何向前走 是吧 我们受到这些所谓打击 不要紧的 所以今天的主题叫做艰难做时势 风雨生信心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我们只要认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是对的 我们就一定是坚持到底 就是民主这条路 特别是香港 在共产党可以控制底下的 这种政治发展 争取民主公义 一定是一条很艰难 和很寂寞很孤独的道路 就是我们觉得 我们会坚持继续走这条路 是吧 所以我们又很高兴 有这么多支持我们理念的朋友 和我们一起 是吧 待会我们有很多时间 大家去检讨 是吧 深入去分析一下我们今次这个运动 我作为今次这个运动 推动的其中一个成员 我要在这里向大家 就是局供置疑 很多谢各位 我亦都要为今次这个运动 没有办法得到预期的成果 向大家表示万分的协议 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 是吧 我们因为不是一个政党 是吧 我们的主席 无需为这个所谓败选 去辞职 是吧 因为 那个道理很简单 有一天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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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节目里面说了九十几次 分分钟全归尽默 是吧 我们是推动一个运动 今次这个运动 不理想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没办法把何俊仁拉下来 是吧 还有这个励阁选举 拉不到这个穷冰基 所以这两个就是 哇 真是几囂张 是吧 证明这两个是民主派的狗贾 是吧 我说我们绝对有理由相信 到最后一夜放生他 整个今次的选举 大家都看到就是打这个公投派 要你公投派分界 共产党动员所有可以动员的力量 就是搞定你公投派 支持公投那些要受到惩罚 很清楚的 是吧 所以公民党瓜柴 公民党瓜柴一半是因为自己 第二 社民连全瓜柴 跟着人民力量又被认为是瓜柴 是吧 但我们实际上没有瓜柴 特别多谢麦叶成 是吧 是吧 我们在社民年时代有六个区议员 社民年分裂之后 我们出来组人民力量 我们只有两个区议员 一个叫麦叶成 一个叫陈伟业 陈伟业去追击何俊仁 他那个位置给陈素零选 都拿了千多票 是吧 所以严格来说 我们经过保住那两个区议员 其他那些 我们有很多如果有地区工作那些 是选得不差的 对不对 大家看到的 连马仔 只有一个月时间都不够 搞陈婉嫌 在那个洪区又被人哭打 又说粗口 九十几个人一起 都拿到百分之九的选票 是吧 所以马仔好赢的 大家给他一些掌声 又要被狗仔队跟他 说他九十几个女儿 不停抹黑他 然后在选区被人哭打 实际上又被人打 都拿到百分之九的选票 各位 是吧 所以 你说严格来说 我们是不是叫做全部 就是一块土地呢 也不是的 所以我们今天也有些 选区的数据给大家看 是吧 当然我们努力不够 是吧 我们可以做得好些 还有大家试想一下 一个政治议题 放到一个地区选区里面 现在证明是不够的 是吧 也证明香港人 是很保守的 是吧 这个是很清楚的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即使是这样也好 我们也要继续做 是吧 所以《大救》那篇文章 是很值得大家参考的 我们在下午那部分 就会说我们的地区联络 办事处的成立 或者那个设计 究竟是怎么大救 他会有一篇文章 他会做十分钟的引言 是吧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今天借这个机会 真的要很坦信 因为这里是关门的 OK 接着我们的记者 就会离开的了 我们今天完了之后 才会有一个记者会 刚才那个是一个photocall 因为他们要拍照 是吧 我希望我们今天 这个集司会 就是很成功的 也很多谢大家 今天抽空来 我今天在这里 尽量都是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开场白 要我说几句 我会和大家打开 所以我们不必怀忧喪志 艰难做时势 风雨生信心 多谢大家